然盈盈作为拳王宗世民的娇妻 自出现在公众场合以来就备受关注 有人称她为拳王失落的女人 然盈盈作为家庭进行竞得 解决宗世民全家的后顾之忧 不过也有人称她为新妻女 不仅由此还指出然盈盈迷恋整容 又捉好的身材和脸蛋是不中的事实 高学历好职业的她为宗世民放弃一切 在家相互调子 每次出席公共场合的她也是光芒四射 不过有网友发出卸妆后的燃盈盈 装卸妆后判若两人 甚至还有些认不出了 燃盈盈虽然说条件不错 也算是有点迷迹 是CTV正确资讯频道做主持人 还是贵州形象大使 2006年宗世民在一场活动中见到了燃盈盈 觉得对方长得很符合自己的择偶观 而且还是老乡 于是留了她的电话 当天就请她吃饭 之后穷着猛打五天 燃盈盈小蟹投降 燃盈盈一直被网友质疑 发了很多她的陈年旧照出来 不过拳王不在乎 她也没啥好说的 除了五天恋爱 谈了四年结婚 貌似结婚的进程有点晚呀 没有才有言 我觉得她跟宗世民还是很单配的 这才叫做男女配英雄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调侃称 原来拳王宗世民 每晚面对的是这样的女人 zoo 打其了 土豆腐 里发了